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好是放4-5两酵母 用40度左右的水 它开温水 在调的时候需要加点什么呢 加点先加一点酵母 这是酵母粉 先加酵母粉 大家可以记住了 这是咱们孙女士的方法 加点酵母粉进去 再加一点白糖 加一点白糖 它发酵的好 对 这个就是根据个人的口味 特别家喻老人有糖尿病的 就不需要加白糖 就不需要加白糖了 这个是画龙点精之类 对 再加一点点盐 加点盐 这个精度更好一些 好 其实我觉得做火烧特麻烦在哪 第一面得做 你做馒头光做面相了 还得挂的馅儿 对 双重的 相对来说 这是倒点 这是四处角度的这个水 温水 温水 这么把它搅和开 对 搅着搅着搅着 就朝一个方向来搅 所以你是平时在家就好做面食吗 对 其实我很喜欢做面食 但我发现一个喜欢做面食的人 一个共性 是 他的生活当中 很多朋友就说了 哎呀 回家柴米油盐酱醋茶 做饭给老公吃 给老婆吃 给孩子吃 这是一种满足于温饱的 但是有很多喜欢做面食的朋友 就特别享受于做快 做美食这一块 是 不仅要品尝 而且要观赏 看这是不断地揉面揉面 和面和面的 我看这个 咱这个面要和到什么比例 刚才看您这个加水 大概加了多少 一斤 一斤面粉 加半斤水 就是半斤水 还是刚才说的 一斤面粉 半斤水 这个面的软 应的程度最好 嗯 菠菜馅的火烧 您之前吃过吗 吃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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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吃的是纯菠菜馅 还是说加了点 菠菜还有粉丝 菠菜粉丝 还有虾皮 我发现这个菠菜这种菜 就特别容易跟粉丝虾皮 搁到一块 那它做汤也是 对 它俩很搭 菠菜粉丝汤 然后菠菜跟豆腐丁搭在一起 没有 说来 我昨天我们家邻居还问我 郑老师 菠菜跟那个豆腐能搭配在一起吗 我说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 对 不会产生什么结石的问题 只要我们把菠菜焯好了 就放心食用 哦 之前啊 有一些这个某些学说 当中就说这个菠菜跟这个豆腐 搁到一块容易产生粉盖 这个都是符合的 对啊 你是这个菠菜提前过水焯一下 对 焯完了就可以直接来做 没问题 好 这个面化好以后就饧半个小时 饧半个小时 然后自动发了 半个小时就会黏黏的 对不对 哇 好 面准备好了 咱们静等30分钟 30分钟过去了 咱们这个面发好了 对不对 对 我看这个发好的面 生面都蛮诱人的 有点意思 这个面之后呢 我们该做什么 现在开始调馅 调馅 都说这个馅是有滋味的那部分 馅是最关键的 特别重要 来 好 看看怎么调吧 咱先放菠菜 先放点菠菜 这个菠菜是 现在菠菜我已经洗好了 用开水烫了 烫之前呢 应该就水开了以后 把水关了 把火关了以后 那个放一点油 放点油把菠菜放进去 这样它能吸收的油的水分 油吸收油以后 菠菜里边的水分就不容易减少 哦 保持这个菠菜的翠绿翠绿 你看这颜色 要放两滴香油 真正的功力 功力功道的说 这是我觉得把菠菜烫好之后 最油亮的 特别特别的有技术含量 好 其实细节真的是决定成白的 没错 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的时候我们想吃菠菜 或者怎么样 但是总会做不到自己心仪的 这种口味口感 对 放进去菠菜之后 再放点韭菜 哦 割点韭菜 比例 比例 就是说根据个人的口味吧 就说喜欢多吃韭菜的 就多放一点 多放一点 对 这个没有 明显看出来您的性格当中是非常喜欢吃韭菜的 对吗 对 你看 就放点鸡蛋 鲍菜都快没了 已经做好了 切好了 这是鸡蛋 鸡蛋 鸡蛋是 淋着饼 然后把它切碎了 哦哦哦 对 提前准备好一些鸡蛋 这个都是提前准备好的 然后弄碎了它 对 加入进去 对 这就真像您刚刚说的那个菠菜里边放点豆腐花 对 应该放点豆腐花 这是虾皮 虾皮啊 对不对 都说虾皮也是非常有营养的 是 如果说虾皮 您觉得三线就说 这个虾皮和大虾 它的营养区别是什么 其实没有多大的区别 虾皮呢 蛋白质低 钙多 大虾呢 蛋白质高 钙少 就是它俩有互补的作用 当然我们说呢 就是虾皮跟这个 呃 虾呢 从补盖的角度来讲 首选虾皮 虾皮 对 在蛋白质补充这一块 我们首选的是大虾 大虾 各有千秋 如果说两者都补的话 您是左手一个虾皮 右手一只虾 啊 我们来回吃 这个再需要放一点那个粉丝 粉丝是提前要 也是提前用用开水烫一下 烫一下 可以 烫一下泡泡 然后我看要碎的 对 已经把它切碎了 嗯 这样就可以 其实这些馅儿都是熟的馅 多熟的 都是熟的 哎 韭菜也熟的吗 韭菜 韭菜 本身就可以吃生了 可以生吃的 都可以吃生了 所以说没有什么顺序可以放 就是这样 而且我觉得是不是这些像粉丝啊 包括您刚才放那个虾皮啊 根据个人口味 喜欢多点就多放一点 对 无伤大雅 无所谓的事情 对 现在再需要放一点盐 嗯 哎 整个这个馅儿料就感觉特绿色 没错 有没有感觉 这个盐不需要放多少 嗯 少放一点 少放一点 因为下肥是鲜了 很多的水了 对 还需要放一点花生油 再放一点花生油 好 拿下来 我们的花生油 顶级花生油 来 好了 好了 哎 我估计下也就是您估计 刚才挪到多少克 也就是20克 20克左右 就20克 因为什么呢 就是刚才做鸡蛋的时候 已经有花生油了 有点油了 就不要放太多了 放多了就太油了 我能这个非常非常 想常规性的问句啊 呃 假如说这个馅儿里边加点肉会怎么样 呃 加入就不是塑馅了 咱今天包的是塑馅 对 也就这点区别啊 如果想吃点荤馅的 你加肉就别放鸡蛋 对 对 哎 这为什么 就可以不就是一个鸡蛋跟肉吧 它搭吧 这个口感肯定就不是太不好 对啊 反正你要如果喜欢 口感因为它很主观的 我喜欢你不一定喜欢 对 那你就随便搭 咱现在开始包啊 咱塑馅 对 还现在开始包 那就开始再把这个刚才发好的面 把这个面揉一下 馅料调好了 对 嗯 闻一闻 您闻闻有什么感觉 很香的啊 挺香的 对 菠菜的香味 韭菜的香味 全出来了 而且颜色搭配也很好 对 对对对 我觉得啊 孙杰每次来做节目 因为这是第二次了啊 他之前做那个这个双色元宝 给我留下 黑色的印象 然后呢 这次一看又又是多样搭配 我就会发现 他每次有个最大的心得 经验就是多样化取材 对 多样化取材 哎 多样化取材 这个在想说在您那个领域就是健康营养健康的领域当中是不是非常可取的一点 嗯 不仅是在我们领域 其实我们这个领域就是符合大众的领域想法 是大众在做菜的时候呢 尽可能的是多样化的搭配 因为每种食物它的营养价值是不一样的 那么搭配了甲 再搭配了乙 再搭配了饼 那就是一加一大于三的效果 不是等于一的 这也很多营养素是相互促进和相互弥补的 看来营养之间也是增强作用 营养之间也是团结 就是没错没错 看到我们的孙女士刚刚是把这个 哎 就是跟那个包 这跟包包子皮是不是有点类似 哦 记住啊 跟包包子皮类似 是 这就好说了 对 然后我看这是把这个馅儿要在中间抹平 对 抹平它抹匀一点 嗯 要多放一点 哎 这菠菜我始终是觉得它是 呃 咱们都有一个词叫刮油 嗯 就是把自己这个肠胃里面的油啊 去可能就是更好的促进它代谢 是 你看菠菜 特别廉价啊 它是过估计各种蔬菜当中 它非常便宜的一种菜 实惠 对 非常平民化的 而且营养价值也是非常高的 它里面的叶绿素含量是居好多菜当中 都数一数二的 哦 支手的叶绿素 嗯 它的山纤纤维 是非常高 但每一就是有点小的遗憾 就是它的草酸含量是最高的 草酸太高 但我们也不用担心 我每次收蔬菜不可能直接就吃吧 对啊 所以要往水里面一扔 然后一烫一抄出来了 嗯 就可以把大部分的草酸去除 好的 刚刚这个孙女士做好了一个了 咱们没细看 它这个是怎么捏的 没工具 但我刚才仔细看过了 还是比较复杂的 您仔细看看 来孙女士 咱给大家再来一个进讲看一看 好 这擀匀之后呢 擀匀之后就把馅儿 先抹馅儿 对 磨结实 磨就是磁细了 它紧一点 对 然后不要太多了一点 那提起来 看到这样一段就成一个小花形的 对 然后就是一个叠一个往上捏 对 就跟包包的那个样 对 包包的 对 别露馅儿了 对 它这个花枪最好别露馅儿 露馅儿以后它容易粘锅 然后捏完了把它那个带口的放下边 放下边 按的时候不要用手掌用这一块 这是大鱼剂 对 大鱼剂 对 这一块 这块来用劲 用劲来按 这样子 对 您得使对劲 哎呀 看到现在已经做好了好几个了 对 那么接下来 可以下锅了 可以下锅了 我看到咱们这个火点上了 平底锅里面要把水烤干 对 烤干以后放点花生油 放点花生油 当然放多少呢 好 热锅凉油 现在我们就可以了 我看现在是火关了 对不对 对 我现在把火先关了 把火关了 对 对 是不是如果不关的话 它现在时序加热 放进去第一个 跟最后一个放了 它火候不一样了 火候不一样 它很容易火 还不容易熟 对 热锅凉油 好 这时候火打开了 嗯 然后我看这个 哎 我们的孙女士是一直拿这个油在 这个火锅周边在不断地转 让它均匀 均匀 收热均匀一些 然后需要盖子盖 盖子盖 大约多长时间 这个肯定需要翻一下 对 需要翻 多长时间就可以翻了 但是我要把它这样转了 嗯 好 这还有一个细节 对 点上火之后 这是最重要的细节 这是跟电饼盛不一样的地方 电饼盛放上以后 它那个水热都是均匀的 这个是需要用手来调制一下 调制它的温度 是 哇 这香奔奔的菠菜火烧入锅以后 煎制五分钟就可以品尝了 大家千万不要忘记 用平底锅煎制的时候 将锅在火上挪动一下 能让火烧受热比较均匀 五分钟后就能吃到美味的火烧了 这菠菜馅火烧马上就要出锅了吧 对 差不多了 等不及了 因为这个不需要时间太长了 馅都是熟的 但一般来说多长时间 平静起来 五六分钟 五六分钟就会 第一锅能慢一点 第一锅慢点 因为这个锅是凉的 第二锅第三锅就快了 就跟熟练火一样 越干越熟练 对 往外撑 你看你看 撒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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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旁边那些有点焦焦的脆脆的感觉 好 好 一会儿一会儿 简单的处理一下把它切开 因为这样的话咱们品尝起来比较方便 对 来 郑老师 咱不过按捺了 来 算难不住了 你起来吧 好 一起来 好 尝尝您这节奏 好烫啊 首先是面香 你闻吗 面香特殊 还有米的味道 虾皮的味道 好棒 孙女士 我觉得说句公道话 你这个皮做的太棒了 这个火候也好 怎么也好 酥脆 然后菠菜馅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清淡 而且有一种感觉 就是你吃完了后 身上不会有任何的油的负担 还是蛮好吃的 这就是咱们这个孙阿姨 教给咱们做了这个 二月二龙抬头 要吃的一道传统的风味小吃 叫菠菜馅火烧 你学会了吗